既然我已接过你们的攻击了 那下面是不是该轮我攻击一次了 说话间 他一把护照收起 转而双手合拢 呼得左右一拉 一道弯跃形状的巨大青壶光刃 便出现在了两手之间 试试我的青壶斩吧 接着 那道光片就呼啸着 向对面两人飞射过去 此人的攻击惹得围观之人惊呼了起来 任谁都已看出 现在的慕容兄弟根本就无力施展法术了 更别说进行防御 少年们惊慌失措起来 向四处望了一眼后 干脆左右一分 向两侧的人群跑去了 开 那飞行中的青壶竟然随着鹤声 在半空中分成了两截 被青年用手一引后 也跟着兵分两路 继续追击着少年 说来也巧啊 其中一名少年应看出 韩丽在围观之人中 也算是法力较深厚的一人 所以毫不犹豫地直奔过来 让韩丽当即吓了一大跳 我可没打算插手这件事 那青年就算再嚣张猖狂 也绝不敢明目张胆地伤害慕容兄弟 顶多是吓唬戏弄他们一番罢了 因此 这个出头羊 我是绝对不会去做的 何况这少年也是狡诈异常 这不摆明了 要拿我当做挡箭牌吗 我怎会让他称心如意 只见韩丽身子轻轻一晃 人就已消失在了原地 这少年扑了个空 气得是哇哇直骂 你跑什么 少年健壮 只好连滚带爬地继续逃窜 只听轰隆隆的一声 另一位少年逃窜的方向 地面一阵颤抖 然后灰尘四起 并传来了一位男子的咒骂之声 居然连站到我身上来了 显然哪 有些人并没有韩丽这么明智 便充当了活顿牌的角色 烟尘消散后 一堵树丈高的厚土长墙 横在了对面 墙壁上出现了一道 树尺长的半月沟槽 而墙后则站着一位 二十来岁的粗矮青年 他背着一个奇怪的木拐 正一只手按着墙破口大骂着 而在其后则紧贴着另一位 笑嘻嘻的慕容少年 小鹿的 什么意思 没看见有其他人在这吗 还攻击 是不是打算连我也一块斩了 鹿师兄没理会 粗矮青年的责问 反而阴沉着脸 全力操纵起剩下的半截青胡刃 突然加速追击起 韩丽这边的少年 看那青胡刃的去世 是打算真给少年留下点记号了 住手 这是一个年轻女子的焦翅声 从天外传来 紧接着 一道熊熊燃烧的火焰鸟 从天而降 一口就把那少年背后的青胡刃 给吞噬个净光 然后啊 才化为一团烈焰 消失不见 谁 是谁扑了我的法术 鹿性青年抬头 向空中望去 只见在众人的头上 不知何时来了一位 肤若凝知 容光艳丽 犹若天仙的蓝衣女子 这女子啊 用着纤细的柳妖 修美的预警 身穿一身蓝色宫装 头书高耸的发际 使人望去 有一种不敢仰视的 飘飘出尘之感 原来是聂师妹啊 我说是谁 有这么高的法力呢 陆师兄看在小妹的面上 这场比试就此结束如何 既然是聂师妹的意思 那维兄当然照办了 宫装女子点了点头 也不再说什么 直接就从天空中落了下来 向慕容兄弟走去 聂师姐 你来得可真及时 否则我们可要吃大亏了 刚刚逃过一劫的少年 一见蓝衣女子便立即喜笑颜开地跑了过去 而另一位呢也咧着嘴绕过土墙奔了过来 回去以后面壁思过 没练成九层功法之前不准外出 慕容兄弟文言立即变得垂头丧气 全都搭了着脑袋 硬承了下来 蓝衣女子处置完两兄弟后啊 便转头向那位矮粗青年望去 竟突然战言一笑 让附近万物刹那间都黯然失色 多谢师兄的援手 否则若慕容师弟有个意外的话 小妹就愧对师门了 没什么 四周男子见他所受的特殊待遇后 不仅羡慕起来 都大为后悔 刚才出手的为何不是自己呀 那极度的眼神 几乎要将此人戳成千疮百孔了 陆性青年见此 眼中更是闪过了恶毒的眼神 但极快地便掩饰了过去 仍保持了温文尔雅的样子 除了他身旁的那位女伴 和在一旁冷眼观看的韩丽外 其他人呢 都未曾发觉她的异样 虽然那位陈师妹 也长得千交百妹 娇艳如花 但与姓孽的女子一比 便显得大为逊色了 因此 当蓝衣女子一现身时 这位陈师妹 就生怕陆师兄被其迷住 立即跑到了她的身侧 一把抱住青年的一只胳膊 然后用敌视的目光 注视着对方 这蓝衣女子啊 自是感到了对方的不善 但是呢 毫不在意 反而在带着慕容兄弟离开之时 若有若无地 轻贴了韩丽一眼 然后呢 韩丽的耳边就马上传来了 此女悦耳的声音 阁下虽然法力不弱 但这种独善其身的行径 小女子实在无法沟通 希望下次再见之时 师弟能有所改变 看来我躲闪的举动 已被她全看进了眼内 甚至留下了较坏的印象 我可不是什么圣人 明知被利用 还不远远躲开 那不成白痴了吗 那家伙倒是没有独善其身 可如今 却被兴鹿的家伙给盯上了 说不定什么时候就挂掉了 到那时候 你这位大美女 难道还能为她报仇不成吗 不知为何 韩丽对这种风华绝代的大美人 十分的不感冒 倒是觉得 那些小家必育型的女子 深言许多 因此呢 在这位聂师姐心目中的印象如何 她是丝毫不在乎的 只希望对方少注意些自己就行了 这时啊 蓝衣美女等人 已经不见了踪迹 而那陆师兄 在狠狠瞪了粗壮青年一眼后 也和其女伴离开了山顶 剩下的人呢 见无热闹可看 也便一哄而散了 韩丽呢 则驾着飞行器 一路飞回了百药园 进了自己居住的屋子 韩丽就迫不及待地 将那两块玉剪取出 挑出了含有 筑鸡丹炼制之法的附件 开始逐字逐句地阅读起来 韩丽心神 但脸上神色呀 却一直纹丝不动 直到过去了数个时辰 才长出一口气 把玉剪放了下来 可紧接着 就陷入到了苦思之中 凝神细响起来 半赏之后 她才呼啦一下站了起来 紧皱着双眉 走到了药园内 开始四处扫射着 屋内的花草 千结花 黑烧草 金经身等三十一种 辅药才倒没什么 这些药园里 全部都有 只是要求年份长久一些 要有数百年的火候罢了 但是作为主要的玉随枝 紫喉花 天灵果 就有些麻烦了 这里竟然一株都没有 而且 也从未听闻过 韩丽愁愁了半天 还是决定找人问一下 这人呢 自然非精通药理的 小老头不可了 韩丽有了主意后 便拿起了另一枚玉剪来 这定颜丹的制作 可别注鸡丹简单多了 既不需要真火炼制 也没什么 我不认识的药材 作为原料 全都是一些 很常见的品种 唯一让他咋舌的是 这些作为定颜丹 原料的药材 竟然动不动 就要求千年以上的药性 这就难怪 从未听闻过此丹药了 毕竟 哪位修仙者 有了千年以上的灵草 那还不宝贝地 荡成心肝来看待啊 又怎会浪费在这 对修为毫无用处的 定颜丹上呢 这又就造成了 定颜丹在修仙界 是很少有人知晓的事了 不过呀 这对韩丽来说 根本不是问题 只是催生的时间 稍微长久一点而已 因此他决定 等搞定了助击丹的事后 就试着炼制一炉出来 看看是否真的像 配方上所说的 那么神奇 能让人的容颜 始终维持在 服下丹药时的容貌 而当六七日后 小老头再次来到 百药园取药材时 潘丽啊 没有多做掩饰 站在园子内 直接问起了 这三种奇药的事 欲随之子侯化天灵果 还来师之 已得到猪鸡丹的配方了 难道你还真想 自己炼丹不成 当然不是了 不要说这三味主药 晚辈还一无所知 就是那些百年成分的服药 晚辈又上哪能找出呢 就是您老的园子里 最年久的 也只不过是 如百余年的化龙草而已 在此情况下 师之怎会奢想炼丹之事 既然不打算炼丹 你问这三种奇药干嘛 老夫忙得很 可没空陪你闲聊 对这位马师伯的 古怪性情 韩丽早已有所预料 所以呢 伺候没慌 晚辈只是见这三种主药 名字甚为奇特 而且从未听人说起过 他们的形状要性 所以甚为好奇 随口这么一问罢了 但是令师之不解的是 师伯的药原里 怎会一株都没有 要知道这么珍稀的品种 按师伯的惯例 应会想方设法能够种子 在园内培植才对 难道这些奇药 这么难培植 胡说 难道你怀疑师伯的技术不成 园内之所以没有这些药材 这根本就和马某的技术无关 而是因他们皆是天地灵气 幻化而成 是天生自长的品种 这要上哪儿找种子去 而且即使搞到幼苗 他们也根本无法在普通环境里 继续成活 即使再用心 也是做无用功罢了 否则 你以为我会放过他们 没有种子 这怎么可能 怎么不可能 要知道 像这种在外界几乎绝技 但却对修仙者 大有用处的东西 若能人为种植的话 各大先派 还不早就成片地种出来了 怎么还会让 祝鸡蛋逐年的减少 绿叶的催生效果再好 但若连最基本的种子都没有 那还怎么催生 总不能无中生有吧 若没什么事 我就先走了 两个月后 我再来拿另一批药材 这位马师伯 没有留意到 韩丽脸上的异样 转身准备离开了 可每十年就能出一批 蛀鸡蛋的主药 那又都是从哪儿弄来的 如果真像师伯所说 它们生长环境奇特 总应有个固定的生长地吧 韩丽脑袋瓜子 飞快地一转 立马就想到了 另一条出路 没有种子没关系啊 不是还有没成熟的幼苗吗 多找到一些 还是可以催生出来的 看来你的好奇心还真不小啊 不过 我劝你还是死了心吧 去那个鬼地方找这三种奇药 这和自杀也差不了多少 小老头都懒得回头过来 只冷冷地说了这么一句 便不再理睬地飞走了 而被抛下的韩丽呆呆地站在原地 半天都未动弹一下 这三种奇药 我一定要拿到手 即使你不告诉我 难道我就不会从其他人那里打听吗 韩丽在黄蜂古代的两年时间里 除这位马师博外 其他较为相熟的也就只剩下 于执氏和传公弟子吴峰了 于执氏此人心机太沉 而且非常势力 韩丽并不喜欢与此人打交道 所以他第一个找的便是那位 吴峰吴师兄 如果从他那里得不到什么线索 就只有到月露殿贪财劳者那里走一趟了 想必他肯定会知道 不过破财恐怕是免不了了 当韩丽来到了 专卫低阶弟子而设的传公阁时 吴峰正好在那儿给几名少年 讲解低阶法术 见到韩丽后啊 只微微示意一下 就仍然继续自己的工作 韩丽对此呢也并不在意 在一旁耐心地等候起来 他知道对方只是责任心较强罢了 说起这位吴师兄啊 韩丽对其真有几分敬佩之意 虽然这位传公师兄 在服用助击单后 还是在练气期巅峰徘徊 未曾进入到朱吉期 可是其对低阶法术的领悟 那可真是出神入化 举一反三啊 这让韩丽是惊叹不已 并也从其身上受益不浅 如果仅是这样 韩丽也只不过是对其上心而已 并不会如此敬重 让他亚然的是 这位吴师兄在接任传公一职以来 对所有前来请教法术的师兄弟 全都一视同仁 悉心地教授自己的心得体会 似乎并没有半分藏私 这可真让他吃惊不小 说实话呀 一开始 韩丽根本就不信对方是一位如此品质之人 还以为又碰上了伪君子行的家伙 只是表面功夫做得特别足霸了 因此啊 一直对其不冷不热的 敬而远之 但是呢 真正接触了一年多以后 韩丽从吴师兄平常的待人处事 和一举一动中 才真正地确认 对方并未作假 是真心实意地帮助所有的师兄弟 这让韩丽哑言了半天呢 他虽然对吴师兄的这种做法不愿负义 但是呢 对他的人品 那是真的没得说了 因此也有心和他相熟起来 如今虽然还没有熟到至交的地步 但也比普通弟子间的关系 要好上了许多 这位吴师兄讲的呀 还真是仔细 一个初级中阶的火蛇术 竟足足说了两个多时辰 并且还做了几次示范 让那几人好好地体会了一番 说起来啊 韩丽的五行法术 除了一开始就到手的那些外 其他法术还真为多学几个 这两年时间呢 也只不过是把原先还未掌握住的 融会贯通罢了 而这也让他对自己的资质彻底失望 因此对助击丹就更加地渴求了 那几位少年终于请教完毕 告辞离开了屋子 吴峰这时才转向韩丽说道 韩师弟 好久没来这里了 是不是决定开始学习中阶法术了 师兄又不是不知道我这资质 学那些初级下节法术 就已耗费了两年时间 再学更难的中节法术 那还不得花个七八年 才能略有所成 我看还是算了吧 师弟怎么能如此颓丧 要知道资质差了点 但岂能捕捉 只要苦心修行的话 还是能够大有所成的 韩丽知道 对方是出自善意地劝说 只好无奈地胡乱答应两声 这才又把话头岔开 终于开口 问起了助击丹主要的事情 韩师弟想知道 玉髓之等灵药的出处 是啊 师兄在本门多年 应该知晓些吧 知道当人知道点 但我劝师弟 还是死了这条心吧 那里不但危险无比 而且普通情况下 根本就无法靠近 只有特定时间 特定地点 才能在师门长辈的 帮助下进入其中 原来此类灵药 早在许久以前 就在修仙界稀烧起来 而普通地方 则根本就销声匿迹了 现在唯一还能找到 他们的地方 也就只有那些 所谓的禁地了 既然能被修仙者 都称为禁地 那这些地方 当然都是极度危险的 普遍都是些 环境恶劣 地处偏僻的所在 有的呀 还是一些妖魔的巢穴地 必须一路过关斩将 才可通过 还有的则更是存在一些 上古禁法 必须费力破解 才有希望进入其中 而黄蜂谷等越国的修仙派 历年来的铸鸡丹主要啊 就是出自后一种禁地 是某处被风属性上古禁法 给一直封闭住的所在 那处禁地的禁法 非常的厉害 原本凭我们修仙派的力量 是没有希望打开的 后来有人发现 这禁法每过五年时间 就会有五天的衰弱期 在这期间 如果有庶民结单期修士 一骑使法强行破禁的话 可以暂时打开一条通路 可让一定数量的人入内 但当时当通路出现 所有修仙者都试图进去时 另一个意外出现了 什么意外 这个禁地啊 还有一种古怪的禁制 住击以后的修仙者 全被挡在了外面 而练气期的人 则毫无阻碍地进入了旗内 还采集到了大量的稀有灵药 并把他们带了出来 这个发现 立即轰动了越国修仙界 于是七大修仙派每五年 就派一批注击期以下的弟子 进入禁地 去收集大量灵药 当然啊 注击单主要 更是其中的重中之重 既然是这样 师兄为什么要让我死了这条心 难道又发生了意外 正是如此 原来在一开始时 各修仙派的弟子 还能秋毫不犯各自行事 对被选上的弟子来说 这是一次大大的美差 但是 随着历年不断地收集搜刮 禁地内的灵药渐渐稀少后 各门派间 为了某株奇药 互相争执大打出手的事 开始不断发生 到了数百年前的某次 甚至有弟子 在争斗中丧失了性命 那一次出人命的事件 让各大牌间 彻底撕破了脸皮 干脆就鸣打起了 弱肉强食 天地不仁的旗号 鼓励起门下弟子 去抢夺他人 这让禁地之行 彻底染上了血色 如此一来 灵药再逐渐减少 而禁地内的争抢 也一次比一次激烈 一次比一次血腥了 到了近百年 由于厮杀得太惨烈了 能从禁地内 活着出来的弟子 还不足原先的三分之一 各派众弟子 开始把禁地之行 称之为血尽失恋 纷纷躲避不去 甚至一度出现了 无一人愿意去的尴尬场面 各大门派 就没想过办法吗 自然是想过的 曾强行硬派过 但硬派进去的弟子 敷衍了事 甚至直接找地方 躲到出来 把上层气得蹊跷生烟 却也无可奈何 威逼不行 就只能利诱了 利诱 对 现在几乎所有门派 都开始用重赏 来招募禁地之行的弟子了 并把能从禁地内 带出的灵药 和重赏程度挂上了钩 别的门派不说 就说我们黄蜂谷吧 从上几次开始 门内就以明文规定 只要报名参加的弟子 就可获得快中阶灵石 和门内一件灵气的 事先赐语 以此鼓励 等真能从禁地 带出灵药后 门内还会是其 所带东西的多少 和质量的高低 给予更加丰盛的重赏 从灵石到法系灵丹 应有尽有 甚至更高的奖励 还包括了门内 密藏的助记丹 这是足以让低阶弟子 拼上一把的东西 如此重赏 报名的人应该很多了 确实曾一度出现了 汹涌报名的景象 但这样的情形 也只不过维持了 短短两三次 就彻底低落了下来 这个重赏 可不是那么好拿的 原先没用重赏刺激时 能在禁地争夺中 生存下来的人 还有三分之一 如今能走出血尽试炼的 竟连四分之一都不足了 并且活着的弟子中啊 能够带出灵药的人 更是少中又少 大部分人除了一身重伤外 根本就是毫无所获 更不要说换取助记丹了 听完了对方所说的 这一切后 韩丽的心里 是除了郁闷 就是郁闷了 没想到 采集这些药材 竟然要去什么禁地 并且还要和其他门派弟子 进行厮杀 最后胜出 才可以脱身出来 而且幸存下来的比例 更是悬殊的惊人 只有四分之一不到的人 才能走出这所谓的 血尽试炼 这所冒的风险 也太大了点吧 我可不是什么高手 在黄蜂谷低阶弟子中 只是排在中等水平而已 既没有高深的法力 也没掌握强力的法术 唯一可以屏障的 也就是那几件 还算不错的 可只凭这些 韩丽不觉得 自己能够成为 最后四分之一中的一员 为何各先派 不能约束弟子 共同平分灵药 要知道这些药 反正也是用来 共同炼制助肌丹的 那何必还要闹得 撕破脸皮 接下仇怨呢 实地不知啊 即使是共同炼制助肌丹 但是分配单药室 却是全看各派 提供的灵药多少 来按比例分配的 这种情形下 怎能不让各门 拼命征享灵药呢 韩丽听后啊 无语了半天 最后 满肚子心事的他 在问清楚了 下次血尽试炼的时间 就在半年以后 便在吴师兄的叮嘱下 离开了传宫阁 回到了百药园内 接下来的数日内 韩丽整天 无精打采地 想着此事 反复掂量着 其中的利害关系 和所冒的风险 试图让自己做出 较为明智的选择 很显然在越国这里 在禁地以外的地方 是找不到 这三位灵药了 否则七大先派 也不用每五年血拼一次 进行对内的 自我削弱了 我如果不想冒这个险的话 那就只有寄希望于 越国以外的其他地方 否则住期就彻底无望了 在百余年后 便要成为一对白骨 不过仔细一想便知 到境外去寻找灵药 这也是更加渺茫无望 但如果真参加血尽失恋 这超过四分之三的死亡率 也太大了点吧 我就此挂掉的可能性 也实在是极高无比 经过几次辗转未眠的折磨后 韩丽在明折保身 但永识仙道之机 和甘冒奇险 只求助击成功之间 还是渐渐地趋向了好者 毕竟他绝不甘心 就这么庸庸碌碌地 过此一生 但是生性谨慎的他 在下定决心前呢 还是往月露店跑了一趟 他从贪财老者那儿 再次确认了 禁地之外 不会有天地灵药后 这才让他彻底抛弃了 侥幸之心 既然明白了 根本没有后退之路 韩丽也终是发下狠来 决心要参加血尽试炼 放手一搏 不是让我成功寻到灵药 得以助击成功 那就是让我在这 禁地之争中陨落身亡 有了事关生死的 明确目标后 韩丽就开始为 半年后的禁地之行 做准备了 他要在这短短半年时间内 让自己的实力更上一层 好使生存之机 更多上一些 十一层的长春功 在吴丹耀的辅助下 是不可能突破了 如果要增强实力 我能打的主意 也只有多学几种新法术 即添构些强力俘虏 法器了 新法术倒还好说 想必向吴师兄提起 他不会拒绝传授的 不过凭我的资质 这半年时间 也顶多是多学两种 初级下界法术 或勉强掌握一种 初级中界法术 至于高界法术 那是想也不要想的事了 因此提升实力最快的途径 还是在俘虏和法器上 说起法器 韩丽如今倒还真有一些 但其中能够派上大用场的 除了那位夜时书所给的 圆环和小棋外 就只有从截杀过 他的黄衣二人身上 收获的那两件 还可以用了 就是那可化绳索的长刀 以及喷出圆球 能够自动攻击的葫芦 至于在刚入门时 所领取的 那猎羊剑 冷月刀等物品 只是刀剑上附带一些火焰 和寒气攻击的最低级法器 根本上不了大台面 而在符路上 韩丽原本是极为缺少的 但多亏了那位 魅了他许多东西的夜时书 除了在符路数量上 进行客口外 在等阶上呢 却并没有作假 还真给了十几张 初级中阶的符路 和一两张 难得一见的高阶符路 这让他底气足了不少 另外还有的呢 就是那张 韩丽至今还未弄明白的 画着小剑的符路 那黄衣人称着符路为福宝 看来应该是大有来历的物品 只是毕竟是见不得光的丧物 不宜张扬 得找个合适的机会 再向他人打听一下 当然 面对极度恐怖的血尽试炼 仅有这些东西肯定还是不够的 所以啊 韩丽计划出山门一趟 到山脉附近的本门方式 再去收购一些顶级法器和符路来 不过 没有一大笔零石做后盾 这场收购之行啊 肯定不会让人诚心如意的 考虑到日后的禁地之行 零石也是保命打持久战的重要道具 韩丽三思之后 还是决定短期内培植几株 千年的珍稀药草 来换取零石 或干脆以物易物吧 其实呢 调配出定盐丹 应是最好的选择 价格会更大一些也说不定 但是啊 定盐丹所需的药材实在太多了 在时间上来不及凑齐原料 所以呢 也就只有直接用药材来换取了 为了不引起门内其他人的窥视 韩丽在做出这番打算时 就暗自决定 只把培植好的药材 卖给外来的休闲者 绝不和本门的人直接交易 免得引起有信任的注意 于是 心中有了主张的韩丽 便开始忙碌起来 他先从无风那里 在众多初级法术中 选中了最实用的脸器术 这是一种完全可以对抗天眼术的 辅助型终结法术 只要施展此术后 不被对方肉眼看见 就完全可以做到收敛自身灵气 隐匿藏身的目的 韩丽在得到此术的修炼口诀 以及修炼此术的详细窍门后 就开始全新地联系起来了 不过作为终结法术 这脸器术绝对和以前学的预风诀 隐匿术等辅助法术截然不同 他休息起来极为声色困难 看来能在半年内把它完全掌握住 还真是一次不小的挑战 就这样 韩丽白天苦修炼技术 晚上则收集好绿叶 专心培植几种常用灵草 而且为了防止那位马士博发现这些草药 他还特地的错开对方来取药材的时间进行培植 并且把他们移植到药园里非常偏僻的角落 毕竟千年以上的草药散发出的药箱 总是有那么一点点的与众不同的 但是幸运的是 这位马士博一直都是那么准时的来拿东西 既没有早到也没有延迟 每次都是匆匆的来又匆匆的去 对他来说呀 马士博能够一直这样忙下去是最好不过了 这样才不会干涉他的小动作 让他完成自己的陪药大计 当韩丽初步掌握了脸器术时 四个多月的时间已经过去了 而他也终于培植出了两株千年灵药 相信在今日这百余年药材都难寻觅的修仙境 他们一定会给黄蜂谷的方式带来一次小小的惊喜 韩丽一向百鸡堂相熟的余植士 拿到了可以外出的令牌 便离开了山门 随后他认准方向往东北处飞去 直奔方式而来 黄蜂谷的方式建立在太越山脉的东北边缘处 太越山脉所处的建州与北面的元武国紧紧挨着 而且元武国的修仙界与越国的修仙界又没有处在敌对之中 所以在黄蜂谷方式内还时常会出现元武国的修仙者来此交易物品 给此地带来了许多越国没有的特殊物品 这不能不说是一个意外之喜 引得许多散修和修仙家族的人都会慕名而来 韩丽飞行了大半日后就来到了目的地 韩丽在附近落下来之后啊 换上了一件灰色布衫 并把身上能看出是黄蜂谷弟子的物品全部都收了起来 让他看起来就像是一名普通修仙者后 这才向方式走去 按照修仙界的常规 在方式无理之内 修仙者是不准在上空飞行的 所以 韩丽一路走来时就遇到了不少匆匆过往的行人 其中有几位的穿着打扮得甚为奇特 让韩丽不禁怀疑他们就是元武国的修仙者 如此看来 这方式的人气还真不错呀 韩丽正在心里瞎琢磨时 就已经到了方式的街口处 黄蜂谷的方式只有一条街道而已 这街道呢 呈南北方走向 在南端竟有大大小小数十栋房屋 这些建筑啊 或高或低 参差不齐 这些呀 都是黄蜂谷的产业 但是只有一小半 还是由黄蜂谷弟子亲自看管着 另一大半呢 则租给了常年在此做生意的休闲家族和散修之人 其中大部分都是买卖原料 服录以及法器的店铺 也有一间专门出售初级法觉的五行书店 和两间方便人们饮食起居的酒楼和客栈 另外 整个方式除了那些低阶直式弟子外 还有一定数量的驻基期高手 常年驻守此地 以维持此方式的秩序 防止有人捣乱 而街道北部的那一大街 则空空如也 是给临时起义摆摊的休闲者专门留下的 只要上交给管理此处的黄蜂谷弟子 一块低阶零食 外来之人就可在两侧空地处摆摊摆一整天 而不受任何干扰 甚至在摆摊期间还会受到这些弟子的保护 不用害怕有仇家会趁此机会对你报复 有了这些鼓励外来休闲者来此做生意的措施 再加上方式特殊的地理环境 这让黄蜂谷的方式逐年地兴隆起来 更有一些珍稀之物从方式中不时流出 这就吸引了更多的休闲者来此淘宝了 不过韩丽为了避嫌 并不是从最方便的南街口进入此地 而是兜了一个大圈后 从北边进入其内 而且在踏上街口前 他又在头上夹盖了一个青色斗篷 遮掩住了面容 以防这里自己 线下已是下午时分 可方式这条大街一眼望去 人还是稀稀拉拉的 不过这好像也很正常 毕竟这方式可不是世俗间的闹事 会整日里熙熙攘攘地热闹个不停 能来这里的可都是万中选一的修仙者 能有这么多人就算很不错了 想通了这点的韩丽自嘲了一下 就向街道两侧的小摊位走去 他打算先看看这些摊点上有没有值得注意的东西 然后再去那些大店铺 看了一圈下来后 韩丽心中有些失望 这些小摊上的东西啊 除了三四件还勉强撑得上壳以外 其他的法器服录就根本对他毫无用处 买了也是浪费零食而已 他便不再浪费时间 转身直奔那些大商铺 韩丽扯司并未莽撞地随意找家店铺就走进去 而是沿着街道慢慢地溜达了起来 在把这些店铺的名字和规模有心地记住后 他才挑了一家看起来气势最大 而且经常有修仙者进出的楼阁 万宝楼 最后走了进去 光听此商铺的名字 就知道店铺的主人定是对自己的货物很有信心 而韩丽也希望这里真的有一些难得一见的珍品 不让他空手而归 这一进其中 韩丽就微微一正 租客容纳数十人还不觉得拥挤的明亮大厅 用名贵红铜墓打造的一节节 超长的柜台以及七八名穿着统一的青山侍从 这些都给人一种绝对大气的震撼感 而在厅内的两名青衣侍从 正分别给几位看似客人模样的修仙者 讲解着什么 柜台内则摆放了许多五花八门的物品 从饰样上看应该都是一些修仙者才能用得上的东西 从最低级的各种原料到最常用的俯禄法器啊 全都应有尽有 韩丽微微一笑 看来他还真找对了地方 就在这时 一名青山侍从模样的人迎了上来 客观想要看些什么 要不要小的帮忙介绍一下 本店的东西啊 绝对会让所有客人满意而归 我要看些法器和俯禄 不过我只要最好的东西 那些刺品就不要拿出来给我看 青衣侍从听闻此言微微一正 在仔细打量了韩丽的气势 确定对方不是在说笑之后 脸上的笑容啊就越发的真切了 他知道肯定是碰到了大主顾 因此啊 连忙把韩丽让进了屋内 并且亲自把人引上了 二楼的贵宾室 楼上的摆设和下面的大厅不同 不但面积小了许多 而且啊 还摆上了一些古色古香的桌椅家具 被布置得典雅大方舒适安逸 最让人恶然的是 在屋子的角落里 还有一名贵香炉 炉内啊 有一束熏香正徐徐燃烧着 让屋内充满了淡淡的檀香味 一名温文尔雅的中年人 正手持一卷古书 站在屋中朗朗而读 看上去丝毫法力都没有 完全是个普通人而已 韩丽有些哑然 这里丝毫不像是做生意的场所呀 倒是和某大富人家的居室 一模一样 这读书人看见韩丽上来了 不慌不忙地把书卷一合 而和韩丽一同上来的轻衣侍从 则快步上前 在他耳边悄声低语了几句 中年人听完之后 就拱手赢了上来 在下万宝阁掌柜填补梨 不知阁下如何称呼 丽飞雨 韩丽毫不客气地 把好友的名字借来一用了 是丽兄啊 兄台请坐 去 汽壶上好的碧云茶来 丽兄是第一次来本楼吧 田掌柜真是好眼力 本人的确是第一次光临贵楼 韩丽故意改变了嗓音 使人听起来 似乎是个粗嗓门的汉子 是不是第一次来本楼 这都无所谓 只要阁下肯来这里 就是对我们万宝楼的抬爱 本楼一定会让兄台满意的 能在一家就找到所需的东西 再下也不想自找麻烦地多跑两家 希望贵楼的东西真的不错 这点尽请丽兄放心 本楼的信誉 在这条街上绝对是数一数二的 如果本店都没能让兄台满意 那么其他的商铺 就更不用去看了 这时 有个女币打扮的人 端着一个茶壶和几个茶杯 上楼来了 还未等走近二人 一股清雅的茶香 就已飘满了屋子 这是本楼特制的香茶 其他地方可不易见到 不但闻起来清香无比 而且还能使饮用之人精神百倍 丽兄可先品尝一下 田掌柜等婢女把茶具摆好 并下楼后 就先自得地清敏了一小口 韩丽看了看眼前的香茶 轻摇了摇头道 田掌柜 茶可以慢慢再喝 现在还是先办正事吧 没想到兄台还是个急性子 好吧 请稍等片刻 在下去去就来 田掌柜略带遗憾地站起身来 向韩丽拱了拱手 就留下他一人先下楼去了 约摸一盏茶的功夫后 田掌柜再次出现在了韩丽面前 只是他怀内多了几个 大小不一的锦盒 听下面的小丝说 丽兄想要最好的法器和服务 所以在下特意去了 下面的藏室 把几件珍藏已久的宝物 拿来让兄台一关 希望还能入得了丽兄的法眼 韩丽一听眼中一亮 对这些锦盒内的东西 好奇心大气 不知能被对方称之为宝物的 到底会是什么稀罕之物 是否会在他的期望之上 田掌柜把锦盒一一摆在了桌上 并分别打开了让他上前观看 但韩丽察觉到 随着锦盒的打开 不知从哪里冒出两股法力 绝对在他之上的灵压 死死地锁住了他的一举一动 韩丽先是一惊 但随后就明白 这是万宝楼的安全措施 是为了这些宝物所做的后手 以防他突然抱起 截走了锦盒内的东西 于是人就放松了下来 但是对万宝楼的实力 又有了一份认识 这时田掌柜开始为韩丽 介绍其锦盒内的东西 他指着某盒子内的 一套淡金色怪刃说道 金服子母刃一套 母刃一把子刃八把 以金铁金鲸为原料 由筑基七高手 花费三天三夜炼制而成 只要手持母刃 就可以同时控制八把子刃 攻击敌人 让对手防不胜防 锋利无比 韩丽没有说话 伸手拿起一把子刃 细看了一会儿 然后呢 又点点头把它放下来 玄铁飞天盾 非常罕见的防御性法器 用大块寒阴之地的玄铁 精炼而成 不但牢固无比 肩不可破 而且一经施法驱动 就可围绕四周 自动防御 天掌柜又拿起一块 巴掌般大小的 微型铁盾 又随手递给了韩丽 让其端详一下 韩丽将盾牌 拿在手中 轻抚了一下 上面的花纹 问道 可以施法试用一下吗 当然可以了 丽兄尽管请用就是 既然对方都如此说了 韩丽也不客气 把灵力缓缓地 注入到了手中之物中 结果 铁盾瞬间亮起了乌光 眨眼睛就放大了数倍 并且飞离了手掌 漂浮在了空中 围着它 开始缓缓绕行起来 看其尺寸大小 还正好遮蔽住身上的 某些要害之处 韩丽心中一喜 稍微分神操纵了一下 果然此物可以随心 自动上下飞舞着 非常的小巧灵活呀 试用之后 韩丽对这件法器 非常的满意 我现在最缺的 就是这类能保命的法器 有了这盾牌 想必血尽失恋中 生存下来的几率 也能增加不少 不过呢 韩丽并没有立即表示什么 他只是默默地 将铁盾放回了河内 然后继续期待 对方下面的介绍 天掌柜并没有因为 韩丽的这种做法 而有什么不满 仍然非常热情地 推荐着下一个物品 一个丸子般大小的 蓝色圆珠 天雷子 数百年前 某神秘修士 无意中截取天地雷电后 凝炼而成 每一粒都具有莫大威力 据说 即使驻机器的修士 正面硬扛此雷 也会灰飞烟灭 原本共有七十三粒 但延续至今后 所剩无几 这一粒 也是本楼费了好大力气 才拿到手呢 天掌柜说完这番话后 不仅露出了几分得意之色 可见此雷珠的珍贵稀有 筑机器的修士竟然也能击杀 如此大威力的东西 真是可遇而不可求啊 若能收入囊中的话 那禁地之行就相当于有了杀手锦 只是 它的价格恐怕是高得吓人呢 否则也不会至今还未能受处 天掌柜介绍完蓝色雷珠后 就不再开口说话了 反而大有深意地 瞅了韩丽一眼 然后端起一杯香茶 慢悠悠地品味了起来 虽然桌子上还有一个盖得 严严实实的锦盒未曾介绍 但是啊 他却只字不提了 这是该我给他看看实力的时候了 否则那最后一只锦盒里的宝物 定是不会轻易让我见到的 此次前来 为了以防万一 韩丽除了两株千年灵草外 还把所有的零食都带在了身上 包括两块中阶零食 和近百块的低阶零食 不过这些零食啊 韩丽是不会轻易动的 他所依仗的 无非就是那两株灵草而已 我虽然知道千年以上的草药 在如今的修仙界中 绝对是极其罕见之物 应该价值不菲 但具体能值多少零食 和换取什么样的发际 我心里还真没多少谱 不过用来换取那个小盾牌 和金肤子母刀 还是绰绰有余的 至于那个更想动到手的天雷子 就不一定了 韩丽并没有一下子把两株灵草 全都干巴巴地拿出来 而是先从储物袋中 拿出了一个 看起来名贵异常的小木盒 其中的一株啊 就放在此盒内 韩丽之所以会这么做 也是深知人要衣装 佛要金装的道理 知道包装做好了 可以让药草的价值 再升高那么三分 不会让自己吃亏的 韩丽并没有把盒盖打开 而是直接把整只盒子 递到了对方面前 田掌柜一直都暗自 留心着韩丽的举动 见此情景也不说二话 结果盒子后 端详了一下 就不慌不忙地掀开了盖子 嗯 丽兄打算用这黄金枝 换本楼的宝物吗 这可不是什么稀罕之物 除非是两三百年以上的极品 否则 韩丽黑黑冷笑了几声 没有任何解释 自顾自地学着 对方刚才的样子 给自己倒了一杯香茶 有滋有味地喝了起来 田掌柜见韩丽 这番有恃无恐的举动后 有些狐疑起来 他打起了十二分的精神 又低下头去 再次细看起 这盒中的灵草来 田掌柜看着看着 便激动地从椅子上站了起来 并拿着盒子 到了屋内光线最充足的地方 翻来覆去地细看个不停 不可能 难道真是千年以上的 还是 这是看起来相似而已 韩丽看清楚了对方的表情 又听到了这番言语 总算放下心来 这时他才肯定 千年灵草的价值 比预先估计的是指高不低 看来那雷珠到手 是大有希望了 田掌柜检查了一会儿后 才突然意识到自己的失态 给对方看出了不少的虚实 不过 此时他也顾不得这些了 眼前之物 早已把他的心神全都吸引住了 只要此物 真是他所想象的那种千年极品 那他就是花再多的代价 也要把千年灵草留在万宝楼 这将会给他和万宝楼 都带来数不尽的好处 但如今唯一让他为难的是 这千年灵草他也只是文明 可从未见过食物 实在无法绝对肯定 河内之物的确切年份 不过 即使眼前的黄金枝 不是真有千年以上的药灵 但也绝对有七八百年以上的火候 那也是珍贵万分之物了 这一点他倒是可以肯定的 来人 检查了半天之后 田掌柜还是喊了一声 叫来了一名小司 去把丁老给请来 就说这里有件真品 需要他老人家鉴定一下 然后趁此间隙 田掌柜与韩丽十分默契地闲聊起来 但却都避而不谈草药之事 似乎一时间 河中之物都已被他们二人忘到了脑后 没过多久 一位头发灰白的老者 在一位小司的掺饮下 慢慢地上了楼 田掌柜一见老者 立马恭敬地迎了上去 并把座位让给了此老 而他呢 却在一旁站立着 看来 这位丁老 真是德高望重啊 不过韩丽也已看出 此位和田掌柜一样 也是一名普通老者 并未有丝毫修仙者的气息 田掌柜 你把我这快入土的老头子都叫了出来 难道还有什么东西能让你也无法见别的吗 丁老 麻烦您老看看此物好吗 晚辈自然觉得好像是千年灵药 但心中的把握不是很大 还望丁老给鉴定一下年份 田掌柜把锦盒递了过去 千年灵草 丁老闻听此言 有些难以置信 但还是接过了锦盒 您老请仔细看看 是不是真是千年的黄金枝 丁老并未接口说什么 只是眯起了眼睛 神情贯注地 看着盒中之物的形态 颜色甚至纹理 并不时地把盒子放到鼻下 清秀那么几回 这药草啊 是韩丽一手催生出来的 所以啊 不是什么真的千年灵药 他心中自然有数 因此啊 他始终神情自若地坐在一旁 对老者的举动视若不见 现下他所考虑的 只是如何和万宝楼讨价还价的问题 田掌柜则与韩丽相反 他眼睛眨也不眨地 观视着老者的一举一动 那种与韩丽见面时 万事不惊的风度 已经完全不见了 此时啊 他脸上充满了期盼焦虑等患得患失的 复杂深情 这点老夫可以打宝票 田掌柜一听脸上大喜随后啊就把此老公送下了楼梯接着便喜不自胜的拿起了庄灵草的盒子又反复的看了数遍 田掌柜 你我二人是不是该谈谈交易之事 韩丽看对方似乎已忘了灵草主人还坐在一旁的事 忍不住出言提醒了一句 在下真糊涂 还望利兄见谅 田掌柜微微一愣后 这才想起 这株灵草啊还不属于万宝楼 脸皮不禁轻轻一红 这没什么 不过阁下打算如何交易 看田掌柜对此物如此喜爱 想必 不会让在下失望吧 这时田掌柜的神色恢复了正常 并把手中之物放回了桌上 利兄既然能拿出来千年灵草 想必也不是普通的修仙者 那我也不用做生意的那一套欺瞒胸台了 就给阁下说个公平价 这株灵草可以换任意两件 我给利兄看过的锦盒宝物 或者是单独换取最后一个锦盒内的东西 假如还是都看不上的话 那本楼也可以出 让阁下绝对满意数量的零食 把林草给买下来 利兄 意下如何 韩丽感觉到了对方话里的诚意 在心里翻来覆去几回后 也觉得这个价格还算合理 没超出自己的底线 就暗自有了七八分答应的意思 不过在此之前 他还是要看看那最后的锦盒内 装的到底是何物 天掌柜未等韩丽开口 就以识趣地把最后的锦盒盒盖掀开了 推到了韩丽面前 这个盒子内装着的可是本楼的阵楼之宝 不过就看胸台识不识货了 韩丽好奇心大起啊 目光往河内一望 顿时目瞪口呆起来 锦盒内竟然放着一张孤零零的符绿 上面还画着一块金色长砖的图案 金光闪闪 栩栩如生啊 在看清此物后 韩丽心思转动不停 马上联想到了自己那张画有灰色小剑的符绿 难道是同样的东西 福宝 真没想到 李兄竟能认出此物 按理说 这宝物应该很少有修仙者知道才是 兄台真是见多识广 在下佩服啊 阁下太高看力某了 这福宝 在下也只是文明而已 对其知道的实在甚少 不过田掌柜既然能拿出此物 那想必对福宝应了解一二了 还望赐教啊 韩丽这说的可是真心话呀 他的确想趁此机会彻底了解一下 福宝这东西的来龙去脉 也省得一头雾水的一直下去 田掌柜有些意外地望了望韩丽 觉得这不是什么需要保密的事情啊 只是知道的人少些而已 因此啊 并不值得为此得罪眼前的大客户 就非常爽快地答应下来了 并且一一道出了有关福宝的一切 福宝是结单期以上修饰才可制作的一种奇特物品 它是练出法宝的高阶修饰 把法宝的部分威力封入到特制福址中 让其他修仙者也可暂时使出法宝威能的一种特制福禄 使其同时具有福禄和法宝的双重特性 被知晓其存在的修仙者 戏称为伪法宝 深受他们追捧 结单期以上修饰才可制作 那使用者也需要结单期吗 非也 任何阶层的修仙者皆可使用 只不过 注击期之前的修仙者不会凝炼之术 使用福宝只能发挥出福宝十分之一二的威力 与顶尖法器相比似乎高不到哪里去 而注击之后的修仙者 就可运用心神凝炼法 能把福宝威力丝毫不胜地全部发挥出来 那威力虽然不能像真正法宝那样 惊天动地 海啸山崩 但也足以蔑视其他所有的法器 如此说来 这福宝威力着实惊人 主机以后的修仕如若拥有 能使他们在争斗中大战上风 确实如此 但福宝有个很大的缺陷 什么缺陷 福宝的威力虽然惊人 但使用起来会不停地消耗 存在其内的法宝威能 如果威能消耗殆尽 那福宝也就彻底作废了 因此 如何控制法宝的威能使用 这倒也是一件不容轻视的问题 另外 福宝的制作 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 如何不简单 法宝 原本就是结单期修饰 才可炼制之物 不但数量稀少 而且始终要在修饰真缘内 日夜淬炼以增加其威力 轻易是不会拿出来试人的 所以更别说 要用其制作什么福宝了 要知道制作福宝 可是相当于把法宝威能分去一部分的自损行为 每制作一枚福宝出来 法宝主人都要重新催炼好久 才能把威能再次炼回来 这可是典型的利人损己的行为 原来如此 那看来一般情况下 是没有哪位结单期以上修饰 会干这种傻事了 正是这个礼 但俗话说得好啊 世事无常 炼制福宝这种看似愚蠢的举动 大部分高阶修士在大县来临之前都会疯狂去做 为的只是能给后人或晚辈留下一笔不小的助力 田掌柜又给韩丽细讲了一番其中的道理 原来前人遗留的法宝经过长时间凝炼在重新被他人继承后 新主人是无法做到与法宝心神完全合一的 原有法宝的威力会丧失大半 这还要求此人也必须达到结单期才行 否则只能干瞪眼瞅着法宝 而无法运用分毫 如此一来 相比把法宝完整地留下来 还是炼制福宝对他们的后辈更为合适 但是炼制福宝其限制也是很多的 都有什么限制 首先 每枚福宝能封印的法宝威力 最多只能是法宝威能的十分之一而已 只可减少不可增多 其次 炼制福宝不但会让法宝威力降低 还会损失法宝主人的元气 每一次炼制福宝 法宝主人都要歇个三年五载 才能恢复元气 这还是在其不浪费真元 不打算重新淬炼法宝的情况下 否则时间还会更久 因此修仙界常常会出现这样的情景 大县来临前的高阶修士 通过作画前的准备后 其去世后所留下最有价值的东西 往往就是一枚威力大减的法宝 和数枚封印着同样威能的福宝 这不能不说是一件恨无奈的事 韩丽听完了天掌柜的话 这才对福宝有了一定的了解 又不禁打量了一遍锦盒中的这枚福宝 这张金光砖福宝 是本楼不惜巨价 从某个小家族中收购来的 是丝毫未曾动用过的崭新福宝 换取丽兄的这种棋 韩丽暗自冷笑了一下 一点也不相信对方所说的吃亏的话 咱们顶多也是各有所求罢了 自己的灵草在对方眼里 肯定比这枚福宝是趾高不低的 怎么样 丽兄准备换取哪一样物品啊 韩丽文言犹豫了一下 有点拿不定主意了 我本想再多跑几家商铺 看看还有没有更好的法器 可眼前的这几样东西 的确都很不错 很合我的心意 若让我放弃一部分 心里可是万分不舍的 特别是那件金光砖福宝 那对我之后的帮助就更大了 我是一定要拿下的 就在这万宝楼一家把东西买齐了 也许并不是一件坏事 最起码会减少他人对我的注意 把千年灵草的影响仅限于万宝楼而已 这几样东西在下都比较喜欢 打算都要了 都要了 啊 丽兄莫非在开玩笑 田掌柜听了韩丽的话 脸色阴沉起来 他以为韩丽狮子大开口 一想天开地打算用一株灵草 就换作所有的锦盒宝物 韩丽见此啊 微微一笑 没有分辨 他又从储物袋中 掏出一个一模一样的盒子来 放到了桌上 用两株千年灵草 换你锦盒内的所有宝物 嘿 田掌柜是又惊又喜 顾不得回复韩丽的条件 急忙检查了一遍新出现的灵药 等确定新灵药也的确是和第一株同样的千年灵药后 采用一种异样的眼光 重新打量起韩丽 以及能一下子拿出两株含有灵药的人 怎么也值得他万宝楼予以重视了 韩丽带个斗篷 田掌柜无法看清对方的表情 便越发地觉得对方神秘了 好 既然丽兄如此说了 那在下可以退让一步 答应你 但是田某对兄台 有一个小小的附带请求 如果丽兄以后 还有什么灵药之类的东西 在下希望兄台 还是能优先考虑下本楼 田某的出嫁 绝对会让阁下满意的 韩丽黑黑干笑几下 不知可否地清点下头 但心里却以叹气气来 他还是气了一心 看来 这种以灵草换宝物的买卖 以后还是尽量少做得好 否则 非惹出杀身之祸不可 田掌柜可不知道 韩丽的真实想法 见他点头答应后 心里大喜 如果眼前姓丽的家伙 真的还能给我搞到千年领药 那我今天放了点消息 退让这一小步的代价 完全是值得的呀 于是田掌柜和韩丽 分别交换了物品 收好了各自的东西后 双方是皆大欢喜 韩丽就此告辞 离开了万宝楼 连方氏也丝毫不敢再待片刻 就迅速走出了方氏的限飞范围 飞离了此地 因为害怕万宝楼派什么高手 暗中跟踪自己 他并没有大摇大摆地 直接往黄蜂谷飞去 而是直接飞离了太岳山脉 并在离开了足有三四天的路程后 才放心地兜了个大圈 又往黄蜂谷飞去 三日后的傍晚 韩丽进入到了太岳山脉的外围 因为天色即将黑下来 他为了安全起见 就找了一座隐蔽的石洞 想歇息一晚 然后明日再赶回到黄蜂谷 这座洞窟 位于某个山坡的半山腰 前面还有几堆凌乱的山石 挡住了洞口 从外面轻易无法发现 韩丽也是凑巧才能注入其内的 吃了点东西后 他就合一靠在石壁上 运功养神起来 不知不觉就到了下半夜时分 就在韩丽似睡将睡之际 忽听到伊山戴风的声音响起 接着砰的一声 似有人双脚落地 从空中飞落在了洞外 韩丽心中一惊 水已顿时全雾 难道是万宝楼的人来追杀我了 师妹 这里环境不错 而且偏僻无人 我看就这里吧 一个有些熟悉的男生 在洞外响起 韩丽有些愕然 但总算松了一口气 既然不是万宝楼的人 来杀人夺宝 那就说明 对方只是路过而已 没有什么可担心的了 师妹 何必用这种眼神看我呢 反正你也从未享受过 男女之欢 如今师兄 就好好地疼爱你一番 也好让师妹此生 没白做女人 否则 你一会就要相交欲语 岂不浪费了这副好皮呢 外面到底是哪位兄台 竟能用此灯口气 说出这种先奸后杀的勾当 实在是佩服啊 而且外面只有男声响起 没有女声 这说明此师妹 早已被其制住了 现在恐怕连口都无法张开 不过 这男子的声音如此耳熟 应该是我见过的人 想到这里 韩丽是好奇心升起 不禁无声无息地 往洞口处前去 来 先吃一颗合合完吧 否则一会儿可没什么情趣了 师妹 不要用这种眼神看为胸啊 其实你以前 不是很想住几后合我双修的吗 这也算成全你的心愿了呀 这时 韩丽摸到了洞口处的一块山石之后 开始偷延往洞外空地处望去 只见一名白衣男子 半蹲在一位妙龄女子的身侧 正肆意地抚摸着女子 那女子披头散发 韩丽看不清面容 但女子的身体 却已赤落了大半 原来是他 那个和慕容兄弟 打斗过一场的 那位心眼狭小的陆师兄 果然是人面授心的家伙 就不知他爪下的那只小白羊 是故内哪位倒霉的师姐了 不知是不是这位陆师兄 听到了韩丽的心语 竟无意中用一只手 俯开女子脸前的散发 露出了一张娇美 但怨毒无比的面容 怎么会是他 这不是那位在小山上 始终和陆师兄 亲亲我我的陈师妹吗 那本身就是陆师兄的情侣呀 只是 怎么看陈师妹 两眼喷火的样子 也不像是情侣间的戏耍呀 韩丽眨了眨眼睛 有些糊涂了 找到了 此时陆师兄的一只手上 多出了一个 小巧玲珑的储物袋 他不再理睬陈师妹 而是把储物袋往下一道 从袋中喷出了一大堆的物品 既有法器服录之类的东西 也有衣衫内衣等女子隐私之物 陆师兄呢 对其他东西示弱不见 反而在那些瓶瓶罐罐 盒子等类的物品中 翻找个不停 在这里 找到了 我就知道师妹一定会贴身携带的 果真不假呀 陆师兄从那堆东西里翻出了个红色的小木盒 盒盖一打开 但韩丽因为角度的问题 看不清盒内的东西 因此好奇心更胜了 但是却不敢轻举妄动 这家伙如此狠毒 连自己的女伴都能下手 如果我这个师弟被他发现了 那更是要杀人灭口的 而且 他风术性法术的威力 我可亲眼看见过 无论攻击还是防御都犀利无比 可不是我这个只会三脚猫法术的人能相比的 更何况 他法力也比我身后的多 是在十二层中级的样子 如此一来 无论是法术还是法力 我都绝对处在下方 似乎没什么胜算 但如果真放手一搏的话 我还是能与对方抗衡的 毕竟 原有的法器 再加上心得的法器 可不是吃素的 到时候动起手来 谁杀谁呢还说不定呢 不过 我可没兴趣拿我的小命 玩这种英雄救美的把戏 毕竟那陈师妹和我无亲无故 是她自己有眼无珠的 这能怨谁 要我无缘无故为此拼命 我可没那么高的觉悟 我还是老实地把这一场好戏看到结尾 然后和那位陆师兄搁走搁的 互不相干吧 当然 对这位陆师兄 我以后肯定要更加注意了 毕竟能残忍狠度到这般地步的人 我还真是第一次见到 对她的无情程度 我是甘拜下风的 讲到这里 韩丽把新学到不久的敛气术 悄悄地施展出来 生怕对方无意中感应到她的存在 让她不得不与其火拼一场 这时 陆师兄把木盒放入了自己的储物袋内 然后吟笑几声 再次凑到了陈师妹身旁 行得非礼之事 师妹啊 你可不要怪我 这件事微凶也是没办法的 要知道 那刁门的董尼子可亲口说了 只要我和你彻底断绝了关系 转而住几后和她双胸 她就会求门内的那位姑祖婆 红服师叔祖 亲自收我入门下 传授我惊天动地的大神通 这是一月飞天的天赐良机 师兄我实在不想就此错过 所以就只好委屈师妹了 此时躺在地上 这墓中喷火的陈师妹 听了对方这番无心无肺的话后 气得浑身颤抖不已 恨不能立即坐起身来 冲上去狠咬这位无情人几口 一切心头怨恨呢 但可惜的是 这位薄情郎早已用丰富之术 将他全身给束缚住了 他根本无法动弹分毫 就连张口大妈的举动都做不出来 没有任对方摆布而已 但接下来这位复心人的话 更是让他手足冰凉 差点背过气去 唉 如果师妹不是陈家家主的独生女 其实放师妹一马也未尝不可 我实在害怕师妹由爱转恨 会借助陈家的力量来报复维兄 并会四处散播此事 让维兄声名扫地呀 我可听人说了 红服师叔祖最痛恨薄勤寡义的男子 所以 为了师兄的美事及名声 师妹 还是从世间消失吧 想必也不会有人怀疑到维兄身上 毕竟我们以前可是那么恩爱呀 但最让我动心的是 师妹竟和我一样 都还留有助际弹为用 想必 也是想等到基础功法大成之后 再服用吧 毕竟这样做的话 助际成功的几率 又要更大一些 不过 既然师妹这清白之躯 都要交给维兄了 想来更不会舍不得这助际丹吧 我本还有些担心 服用一枚助际丹 实在有些不保险 生怕会助际失败 毕竟 即使是一连跟着 助际失败也是常有的事 但如今 再有了师妹的这一粒丹药 那助际就绝对不成问题了 说到这里 陆师兄收回了双手 从储物袋中取出了 刚放进没多久的木盒 以及另一支青色瓷瓶 左瞧瞧右看看的 此时藏在时候 偷听到这一切的韩丽 心思却活动了起来 眼前有助际丹出现 而且还一下子出现了两枚 这对我的诱惑可是太大了 毕竟 我计划参加血色试炼 为的不就是助际丹吗 如果不用帽子齐险 就能得到助际丹 那我当然要试一试 想到这里 韩丽聚精会神地 观察起陆师兄的一举一动 如果对方露出了破绽 他绝对会毫不迟疑地 立即出手诛杀此人 好夺取那两枚猪鸡丹 此刻 那位陈师妹却出现了异样的症状 脸上的怨毒之色 已在渐渐地消失 患上了一种迷醉的神情 看来和欢丹起作用了 现在师妹想必难受极了 为了报答师妹的大恩 微兄只有辛苦一下 让师妹常常 欲生欲死的滋味 这样也算对得起 师妹以往的情谊了 陆师兄把手中之物 收了起来 开始伸手往腰带摸去 似乎打算要宽衣解带 看到这里 韩丽心中一动 如果趁这位陆师兄脱光了衣衫后 我才进行偷袭 想必他会心神大乱 能够一曲奏效 韩丽越想就越觉得 这样做成功的把握很大 便更加注意起陆师兄来 还下意识地 往对方的脸上 瞅了那么几眼 不对 几眼之后 韩丽立即发现了问题 这位陆师兄虽然手忙脚乱地 在解除腰带 但耽搁的时间也未免太长了点 至今啊 那腰带还好好地系在那里 纹丝未动 更加过意的是 这陆师兄脸上摆出了 极色的样子 但眼中却目光清明 丝毫不乱 还隐含一丝冷笑之意 韩丽心中咯噔一下 觉得太不正常了 第一房之心大气 并急忙把神石全部大开 还伸手掏出了一张水罩符 扣在了掌中 刚刚做完这一切 韩丽就突然感到 左侧有某件东西 正无声无息地向他飞来 若不是他现在神石一开 恐怕根本就发掘不了 这让他是又惊又怒 韩丽没有多想 急忙把福禄往身上一拍 一层蓝汪汪的光照 马上把它包裹在了旗内 而这时 一道青色的绳索状的东西 也飞速缠绕过来 只不过被那蓝光 及时隔在了外面 好 反应这么快 看来阁下还真不简单 不过 任兄旁观了这么久 是不是该出来和陆某一叙了 陆师兄把手一招 那青色绳索就飞回到了手上 接着 他便不慌不忙地 冲韩丽的藏身之地 冷冷地说道 看来 真的早已发现他的踪迹了 既已暴露了 那藏在这里不出来 也就没有什么意义了 韩丽深吸了一口气 顶着耀眼的护照 两只手各扣着一件法器 走出了时候 是你 韩丽的心 却随着对方的惊呼声 微微瞎沉了一些 这位陆师兄当日在小山上仅见过我一面 而且还是在混乱打斗之中 可如今数月都已过去 竟还能一眼就把我认出来 这说明此人不是记忆惊人 能过目不忘 就是心思缜密 心机过人 可无论是哪一种情况 这对我来说都不能算是一个好消息 其实韩丽隐隐觉得 眼前的陆师兄在某一方面讲 可和他算是同一种人 同样的善用心计 同样的出手无情 特别是那种在人前的嚣张表现 绝对和韩丽的低调 是同样的一种掩护 只是 韩丽不想引起他人的注意 而陆师兄呢 却是故意让他人起轻视之意 好掩饰其真面目罢了 不过呀 韩丽自认为 无法向对方这么无耻 也无法向对方这么无情与狠毒 他只是一向奉行 独善其身的中庸之道而已 就在韩丽心中凛然之际 陆师兄也神色凝重起来 似乎也联想到了什么 望向韩丽的眼神凶光毕露 一点没有掩饰其杀气 原本还想飞些口舌 看看能否糊弄过去 但如今看他的神态和心机 是一点迂晦的余地都没有了 他和我 肯定只有一个还可活在世上 还是不要白费口舌 先下手为强算了 想到这里 韩丽二话不说 一扬左手 一个金刚环 就发出怪笑之声 直向陆师兄冲去 随后又把右手一亮 晴黑色的葫芦出现在了手中 并从葫芦嘴中 喷出了五六个黑乎乎的圆球 紧跟着钢环而去 做完这一切的韩丽并未罢手 他空出的左手在虚空中略一笔画 刹那间便浮现出了数个红色火球 袖子略微一动 把这些火球卷在其中 紧接着便再向陆师兄猛然一甩 剧 顿时 甲带着一股炎热之气 火球们一窝蜂的死刑散开 不同角度砸向了陆师兄 这一番出手 韩丽几乎动用了未得到心法器之前 不使用福宝的一切进攻手段 特别是最后这手树弹并发的顺发手法 更是韩丽费了好大功夫 才从吴逢那里学到手的 为的就是要打对方一个措手不及 一举击毙对手 其实若不是觉得对心法器还不太熟悉 用起来不一定能够很快上手 韩丽早就不客气地全都一窝蜂使出来了 毕竟这心法器可比旧法器的威力大了许多呀 可几乎在韩丽出手的同时 陆师兄也没有闲着 他双手一翻 手中出现了一杆长鱼杖许的青色大旗 旗上清光蒙蒙 绣着一头张牙舞爪的凶恶青椒 这时陆师兄才看清韩丽的一连串攻势 意外之下不仅气恼之急 要知道 他之所以把自己威力最大的法器 青椒旗首先给亮出来 为的就是想和韩丽一样 好立出杀招杀人灭口 可万万没想到啊 韩丽自现身以后竟然一句话都没有说 马上气势汹汹地攻了过来 而且还出手毒了 打有不死不休的家事 无奈之下 陆师兄顾不得再发动攻击 他把青椒交于右手单持 左手往腰间一摸 从橱袋中掏出了一张黄符 他有些不舍地瞅了这张高阶符路一眼 就一咬牙往身前轻飘飘一抛 急速地念念有词起来 而刹那间 韩丽的钢环已发着淡淡黄光 首先冲到了陆师兄身前不远处 眼看就要砸了过来 陆师兄这才单手一指那黄符口中大喝一声 那道黄符随着鹤绳猛然间白光大放 豁得化为一股白色飓风 高约十几丈横卧在了陆师兄的身前 挡住了钢环的去路 只听扑的一声 钢环毫不客气地就扎进了飓风之内 但马上就被吹得东倒西歪 翻了几个跟头后 一下子就被甩了回去 至于随后到达的圆球就更加不济了 只能在飓风外不停地打转 连冲进狂风的能力都没有 见此情景 韩丽脸色微变 急忙伸出手指 对那几枚最后赶到的火球略意牵引 他们立即拐了两个大大的圆弧 灵活地向两侧飞去 试图绕过封墙再行攻击陆师兄 想得逗美 陆师兄单手极其熟练地一掐掘 往封墙的中间部位一指 那飓风便立即从中间断成了两截 极快地分别窜出 再次拦下了火球 这听砰砰几声爆裂声响起 火球无法再行避开 直直地撞了上去 那飓风只是颤抖了几下 就把火球们给吞了下去 在飓风内消失得无影无踪 韩力顿时感到心中害人 这时封墙在陆师兄的操纵之下 又合在了一起 恢复了原状 雕虫小技也敢拿出来献丑 这位师弟虽然不知道你的姓名 也不知道你的来历 但是今晚你死定了 随后只见他双手一合 再次握住了那杆青椒旗 拼命地挥舞起来 韩力有些紧张了 对方的难缠程度远在他意料之外 这么凌厉的连环攻势 竟然被如此轻松地破解了 虽然对方挥动的那杆大气 到现在还没有什么异状发生 但看对方凝重的模样就可以得知 这位陆师兄的反击 绝对不是说着玩的 看来不使用福宝是不行了 但如今的我 因为没有能力对福宝进行凝练 所以每次动用福宝时 都必须要争取到一定的施法时间 才可驱动福宝克敌之声 为此 自身的防御 一定要绝对严密才行 想到这里 韩力又看了看对面 只见陆师兄挥舞的轻席 已渐渐耀眼起来 起面上发出了刺眼的清光 让那只青椒更加的猙獰可怖 看来对方的攻势 即将发动了 韩力不再犹豫 手一招 那钢环呼的一声飞了回来 在他头顶数尺之处停了下来 并开始盘旋不停 掌 随着一声轻鹤 那钢环黄光大帽急速膨胀起来 当有了桌面大小的时候 才停止了巨大化 落 那钢环又听话地直落了下来 把韩力圈在了其中 并缓缓地转动起来 形成了一层巨环宝物 韩力并未就此停手 不如收集之后 那面新到手的盾牌也被寄了出去 在蓝色光照之外被放大了数倍 在他身前散着黑光轻轻漂浮着 如此一来 韩力身外就形成了三层防御 最外层的是金刚巨环 中间是玄铁飞天盾 最里面则是一开始就使用出的蓝色光照 做完了这一切后 韩力才放下心来 取出了灰色小剑福宝 盘西坐下开始施法 意图在最短时间内驱动福宝 飞起攻敌 就在这时 对面的陆师兄终于在青椒旗上 凝聚了足够多的灵气 发起了暴风骤雨般的攻击 只见他停止了挥舞棋子 而把棋间猛然冲韩力一指 顿时 十几道半月形的青色锋刃 争先恐后地从棋间上窜出 呜呜地冲向了韩力 这些锋刃的速度太快了 眨眼间就已从陆师兄那边 到了韩力的这一头 真不愧是风系法术 攻击的速度比起其他属性的法术 快了一半还要多 要不是事先做好了防护的准备 我恐怕连反应的时间都没有 就已被这些发挤 韩力心里正吃惊之时 锋刃和最外层的金刚环 发生了激烈的碰撞 青色和黄色的光芒闪耀个不停 还发出了扑扑的切机声 等光芒完全消失之时 原本光滑无比的钢环外壁上 多了十几道纵横交错的持许长的沟槽 整个法器一线的破破烂烂 不过幸亏此法器在被攻击时是不停转动的 这才没让这些锋刃攻击到同一个部位 否则早已破环而入了 这种结果 连韩力和陆师兄都感到了意外 这钢环法器的原本用途 虽然并不是专门防御的 但它可是货真架实的上片法器 质地材料那是无话可说的 可没想到 这些区区的锋刃 就能把它切割得七零八落 几乎要彻底毁掉 不知这些钢环 能不能接下对方的后续攻势 陆师兄则更为恶然 这青椒棋在顶级法器中 可是大大有名 是我为了配合我的零根属性 不知花费了多少心血 付出了多少代价才弄到手的 这法器 不但能毫不费力地 顺发出锋刃术等简单法术 而且因为吸纳了一定灵气 所有从旗上发出的风属性攻击 都是经过增幅的 刚才那些疯人 看起来只是最简单的 初级下节法术 可实际上他们每一每的威力 都足可以和中节法术相媲美了 陆师兄刚才的攻击 看似简单可实际上是一下子集中了十几个中阶法术的狂轰烂炸 但就这样竟然连最外层的那个巨环也未曾击破 这让陆师兄怎能不心中凛然 对韩丽更加地忌惮起来 此时两人虽然都赶到了对方的蜡手 可双方下面的举动可大不一样 还是得设法驱动福宝 我可不愿半途而飞 就算知道对方下面的轻功 肯定会凌厉无比 但也只有硬着头皮苦撑下去了 从这小子刚才摆开的防御架势 到如今的攻击结束 他整个人一直坐在那里一动不动 看得出来 他是在准备杀手箭了 不是施展某个高阶的法术攻击 就是在驱使一个厉害的罚器了 我得先下手为枪 因此陆师兄毫不迟疑 他再次把灵力狂注到了手中的大旗中 把旗间冲着韩丽一阵猛点 向对面击射出了一连串的青色锋刃流 这次的锋刃体型较小 但是胜在连绵不绝 锋刃形成了一股长长的青色激流 气势惊人地奔涌而去 让青光和黄光再次产生了激烈的撞击 这一次 韩丽身前的钢环只维持了片刻时间 就忽然发出了一声沉闷的轰鸣声 黄光大散 那件上品的金钢环终于寿终挣起 被密密麻麻的锋刃给击得粉碎 没有了阻碍的锋刃机流毫不客气的长驱直入 却被早已等候多时的另一件顶级法技玄铁盾给挡住了去路 接着又爆发了乌光和青光的再次对撞 这玄铁盾可和那钢环法器大不一样 首先两者的品质差了一级 这盾牌可是和青椒旗同一等级的顶级法器 在修仙界也不是什么人都能拥有的 是很罕见之物 而这钢环呢却只是上品法器 虽不能说是大路货色人人都有 但是稍微有点身价的修仙者 还是有机会持有那么一件两件的 只是略微稀少些罢了 其次啊 这铁盾虽然是没有一丝的攻击力 但却是专门的防御法器 其防御力可不是钢环那样的四不像可比的 它不但兼顾厚实 而且盾面上还附有几种专门的防御法术 让其防御性更是威力大增 所以啊 这看似疯狂之极的 数十上百的锋刃所组成的攻击流 均被漂在韩丽面前的铁盾 给毫不费力地截了下来 就如同屹立在激流中的岩石一样 散发着黑色的冰冷乌光 是纹丝不动 一副绰绰有余的样子 怎么会如此 陆师兄把双手一抖 其间处的锋刃不再往外冒了 但是 握住棋竿的双手却凸得白光大帽 让其体内的灵力如同泄了口的洪水一样 争先恐后地涌入了棋竿之内 青椒棋得到了如此庞大的灵力做后盾后 其面上的清光更加耀眼了 如同在黑夜里升起的青色太阳 让人不敢直视 而陆师兄因为法力损失太大 脸色极为苍白 但是他却一脸的狠辣神色 夜长梦多 是时候出绝招了 他双手一用力 把青椒棋呼地一下抛下了半空 然后手指飞快地翻转掐绝 接着 用手指一点旗子大喝一声 画胶 只见那青椒棋光芒四射千光盈盈 一瞬间竟成了一只十几丈长的青色巨胶 是栩栩如生张牙舞爪 和其面上绣的那只 是一模一样 去 陆师兄一点痴疑也没有 手指一挥 那青椒立即张开巨口 恶狠狠地向韩丽正面扑来 就听当的一声巨响 那交手是一头就扎上了玄铁盾 青光和黑光光焰同时大仗 似乎一时间旗鼓相当了 但是没过多久 盾牌上的黑光迅速地变弱下去 进而 黯然无光了 眼看此盾就要落得和前剑法器一样的下场时 却从其后面传出来一声清朗的声音 收 铁盾随着此声马上变小并飞快地后退 这样一来 青椒气焰太长 尾随其后猛追 大用要把韩丽和此盾一口全吞下的意思 可就在这时 原本盘膝而坐的韩丽身上突然飞起了一道灰蒙蒙树杖长的光滑 呈巨剑形状 毫不示弱地一剑抵住了交手 和它相互纠缠了起来 只见半空中 一会儿青光压住了灰蒙 一会儿灰蒙又克制住了青光 这一时半刻之间是不分上下 而那铁盾呢 则恢复成了巴掌大小的形状 落入到了韩丽手中 被它反手收进了锄带 这时候 他全身的法力都要用来指挥福宝进行攻击 再无余力祭出此盾了 这一回福宝所画的灰蒙 与上回击杀黄一人时 不可同日而语 仅从他所画的剑光中就可以看出 那威力啊起码大的三四倍还要多 这福宝在那金光上人手中时 只能化为持续长的灰蒙 等到了我手中在练习御武术时 则成了树齿长的光芒 但当我击杀黄一人时 这福宝又一度变为了杖续长的模样 到了如今 我的法力已有十一层了 再驱动时 此福宝不但长度大变 有两三杖之长 且就连形态也隐隐呈现出了巨剑形状 光滑药木 变得气势惊人 若非如此 这福宝还真不一定能抵挡得了 清交其所画恶交的猛攻 由此可见 福宝的威力 不但取决于封印在其内的法宝威能大小 而且 还和修仙者的法力精深程度大有关系 越是法力高深之人 越是能把福宝的威力发挥得淋漓尽致 真不知道 当我足迹成功 再驱使这福宝时 它又会呈现出什么形态 韩力和陆师兄的法力 源源不断地输送到剑幅和清交旗上 他俩全部的身心 都用在操纵他们相互争斗 不敢用丝毫的怠慢和疏忽 可这样一来呢 他们同样也没有多余的心力和法力 令施展其他手段来克敌制胜了 他们很清楚 只要哪方烧一大意 就会立刻包毁人亡 再无挽回余地了 于是 在清交和巨剑的交相辉映下 韩力和陆师兄的争斗 竟然演变成了一场 看谁的法力最先耗尽的持久战 等他二人意识到参与法力的多少 才是此次争斗的关键时 都不约而同地 分别掏出了一块零石 握在了各自手中 以补充自身的灵力流失 只不过呀 陆师兄的是一块低阶风属性灵石 而韩力的呢 则是一块中阶图属性灵石 这个发现 让韩力对面的陆师兄 脸色很是难看 且惊怒一长 像他这样的炼气器弟子 竟然会拥有只有门内 助击器以上修仙者 才能弄到什么的中阶灵石 这可是我万万没想到的 中阶灵石可比低阶灵石 补充灵力快得多 这样一来 在补充灵力上 我可是吃了大亏 不过 我的法力原本就比他身后的多 即使他的灵石 补充灵力快了点 那也绝坚持不了太久 毕竟这一点点的法力补充 和时时刻刻的法力损耗比起来 实在是太微不足道了 想到这里 陆师兄再次冷静了下来 重新凝定了心身 不知道 汉莉到底打的什么主意 难道他就不怕我一击锋刃过去 就轻易取下他的性命吗 陆师兄心思转了几转 随后果断地伸出左手 在虚空中一阵比划 一道淡淡的青色锋刃 就要成行了 可还没等陆师兄 把此锋刃彻底凝聚出来 并甩向对面 空中那只和青椒 死缠在一起的巨剑 呼得光芒大震 竟趁他分心使用锋刃之际 猛然甩开了青椒 直奔陆师兄本人 飞射而来 这一下子 陆师兄心里一惊啊 那是给吓得不轻 如果我坚持要把锋刃成型 并甩射出去 也许此剧可以取了他的性命 可同样 在巨剑的斩机之下 那我肯定也性命不报 双方会落个 同归于尽的下场 虽然我身前 还有一道风墙始终没有消散 可这巨剑 既然能和青椒奇 所化的青椒相抗航 那这风墙 也会被巨剑轻易击破 我还要远他的前程 美好的将来 怎可和这样一位来历不明的家伙 共葬此红山野灵 想到这里 他左手急忙一抖 把锋刃撤掉 然后再把全身的法力 往青椒旗上狂输 随后把青椒 王一 那青椒真不愧为风属性法器所化的刑魄 竟在陆师兄的权力催动下 后发先制 在半路上就截住了韩丽的巨剑 再次争斗起来 见到此景 陆师兄大松了一口气 出了一身的冷汗 于是接下来他几次另行施法 想要偷袭韩丽 但每次都被韩丽用同样的手法 给硬生生地逼退了 他还是拿韩丽没有丝毫办法 这让陆师兄是憋屈无比 只好自视法力深厚 和对方一点点地消耗下去 而这时的韩丽 却开始从储物袋内掏出了 一根根形状各异的小草 金块之类的东西 往嘴中不停地塞去 并大口地咀嚼起来 这让陆师兄看得目瞪口呆 不知对方又在搞什么鬼 这种猜不出对手意图 而一头雾水的情形 让他大感不妙 有了一份不好的预感 但是太过爱惜小命的他 即使心计再远超常人 这一时之间却也是无计可施 随着时间一点点地过去 他的心更加地沉重起来 直到青椒身上的清光开始暗淡下来 而巨剑的灰芒仍闪耀如初时 陆师兄再也忍不住心中的惊惧 不可能 不可能 明明我的法力远超于你 即使用中金灵石进行补充 你不可能到现在还有余力 你该逼我鸽扫耗尽法力才对 眼看着青椒摇摇欲坠 陆师兄的大喊 就像掉进陷阱里的疯狗 进行的最后的犬吠 充满了不甘 而韩力见自己的图谋 一点点地全部实现 不禁展颜一笑 可听了对方的话后 他嘴角微微一撇 微笑又变成了冷笑 我可没闲工夫 跟一个要死的家伙 去解释这一切 还是尽早干掉他 才是最要紧的 我的法力也所剩无几了 哪儿还想和他摸什么嘴皮子 想到这里 韩力根本不理会对方的疑问 用手一指 聚剑光芒更为一胜 把那青椒消磨得 一点点缩小起来 到最后竟只有杖许成了 其身上的清光啊 那更是淡得几乎看了出来 陆师兄见此是彻底绝望了 随其拼死之心大起 目中逐渐流露出了疯狂之意 他不声不响猛然把青椒旗上仅存的那点法力往回一收 让青椒旗刹那间恢复了原形 直接从空中掉落下来 然后丝毫不顾直冲他斩棘过来的巨剑 用这些法力迅速凝结出了一道巨大锋刃 毫不犹豫地狠狠地甩向了韩力 韩力戒指是心中一领啊 急忙在对方封刃甩出来的同时 操纵起巨剑往对方头顶上直斩下去 然后是看也不看后果如何 身子猛然一窜 人已经冲出了数丈远 经过几番交手后 韩力深知锋刃的速度实在惊人 若不施展罗烟布赶紧躲开 没有丝毫防护的他还真有可能措手不及地 被一斩两截 那可就真是死不瞑目了 锋刃的确快 韩力这边刚刚窜出 他就已经到了韩力原来的战力之处 锅得一拐弯 竟然尾随着韩力逃脱的方向 又再次地击射过来 韩力不计多想 把罗烟布发挥到了极致 在这一小块地方上不停地左拐右转 竟隐隐地幻化出了数个幻影来 让那锋刃如同尾巴一样的紧随其后 却又追赶不及 韩力很清楚 若是直线逃跑 那肯定跑不过锋刃的急速斩机的 只有用小巧的腾膜功夫 才有可能赞保无忧 这也是他一开始就敢放弃防御法术的主要原因了 只听扑斥一声 那锋刃突然失去了控制 直直地斜飞到了泥土里 在切出了一道深深的钩槽后 便消失不见了 这时韩力才长出一口气 把提到嗓子眼的心给放了下来 用世俗界的轻身功法来躲避修仙者的法术攻击 还真是一件要命的事情 韩力一屁股坐到地上 然后抬起头朝对面望去 只见那堵风墙已经消失不见 原本躲在其后的陆师兄一分为二 直挺挺地躺在那里 一动不动 在两片尸身的上方 锯剑散发着淡淡灰芒漂浮着 只是光芒啊 惨淡无比 韩力抬手冲着空中招了一招 锯剑立即掉转头去 飞射回来 等到了韩力面前 就还原成了俘虏形态 轻飘飘地往其手中落去 韩力刚要伸手去接此福宝 福尺却在下落过程中 自拉一声 无故地自燃起来 片刻后就成了一团灰烬 被山峰一吹 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剑刺情景 韩力呆了一呆 但随后脸上就露出了苦笑之色 这张福宝算是彻底地报废了 他所剩不多的威能 在这一场好事太久的拉锯战中 终于消耗殆尽了 如此珍贵的福宝 太可惜了 然而 要击杀陆师兄这么一位强敌 怎么可能不付出点代价 不过 他那根青椒棋 倒是件不错的战利品 足以弥补此福宝的损失了 更别说 还有两颗助击丹 在等着我去搜刮呢 这次恶战真是大有所知 如果服用此助击丹 就能助击成功 那我就不用再冒极险 去增加什么血色试炼了 毕竟 在那里 像陆师兄这么强的修仙者 想必不少吧 甚至 比他更难缠呢 恐怕也有那么一大堆 过了一会儿 韩丽通过吸纳手中零食 觉得法力恢复了少许 就先站起身来 想把那离他不远的青椒棋 捡起来 可刚一挺腰 站直了身子 丹田处啊 就传来了剧烈的刺痛感 如同有无数钢针 在那里猛扎一样 直痛的韩丽弯下了腰 脸色苍白无比 韩丽身子一动不动 过了云一盏茶的功夫后 才深吸一口气 觉得刺痛感 稍微减弱了一些 韩丽的表情有些郁闷 嘴角抽动了几下 为何会如此 他可心知肚明 这定是刚才生吞大量 有一定年份的药草所致 虽然这些药草内的灵力 被我及时吸收了一些 但更多的 则是聚集在了丹田之处 成了外来义务 这其中 还参查着许多 说不清的药性杂质 若不及时去除 肯定后患不穷 韩丽虽明知 这种硬吞灵药的方法 肯定会反噬自身 但当时为了保住小命 也只好冒险一试 不过果然 这种强行吸取灵气的手段 在这场持久战中 帮了他大忙 可是 仅凭吞食草药 还不足以让韩丽坚持到最后 除了中阶灵石提供灵力的速度 比对方快外 他能取胜的另一个关键 还是在于把自身的防御法术水灶术给取消了 前两年研究施法小技巧时 我无意中从吴丰师兄那里得知 现在大部分的敌戒弟子 在使用符禄时都有一个误区 那便是 都以为除了激发符禄时的那点灵力外 符禄是不会消耗使用者任何法力的 这其实是个错误的认知 实际上 符禄一经激发 即施展的法术 会通过一丝丝灵力 始终与使用者相联系 为的就是方便施法者控制运用此法术 如果法术始终没有消失 使用者就会自动地不停损耗法力 来维持此灵线 这种灵线 练气期的弟子 无法看到及感应到 而维持其存在的法力 在短时间内 就是微乎其微 故大部分的弟子 就此忽略过去了 即使有几个知道实情的弟子 也觉得这种事无足轻重 所以就没有大张旗鼓地说 而吴峰师兄就是知情人之一 他闲聊时随口告诉了我 我还做了几次测验 亲身体验了一下 果然不假 在这次的恶斗之中 韩丽一经察觉会是持久战后 就立刻想到了此事 于是果断地撤销了防御法术 为的就是节省更多法力下来 虽说乍一看似乎微乎其微 但是时间一长啊 其法力的消耗可以不轻 而显然那位陆师兄不知此事 谨慎小心的他 始终都维持着那个要命的封墙术 却不知就是这个封墙术 让他进一步地走上了绝路 就这样 韩丽最终靠着这点省下的法力 比对方坚持得更久了一些 那否则仅靠着上面的两个优势 他还真不一定就能耗得过对方 尽管如此 韩丽还是觉得 此次胜的是极为凶险 如此花样尽出 我才是堪堪保住了小明 他的实力还真是应在我之上的 不过 不管怎么说 最后活下来的还是我 不是他 韩丽在觉得疼痛更轻微了一些后 还是按捺不住 慢慢地腾挪了过去 等磨蹭到了青椒棋落地之地 才勉强低下身子 把此法器捡了起来 然后欢天喜地地审视了好几遍 喜滋滋地收回了储物袋内 接下来他又来到了陆师兄的尸身前 略微厌恶地浏览了一下 极为血腥的画面后 就摇摇摆摆地搜索起战利品来 对方的储物袋 很容易地便在半片尸体上被找到了 韩丽不客气地当场把东西从储物袋中呼啦一下 都倾倒了出来 装着筑机丹的清瓶和盒子 一眼就被他给看到了 他心中大喜啊 也顾不得去看其他东西 急忙弯身把盒子和瓶子捡起来 然后打开了检查 果然里面都有一颗蓝灿灿的丹药 虽然这味道有些刺鼻 但是丹药中蕴含的强大灵力 他还是能感受到一二的 韩丽脸上的笑意更浓了 既然确定了筑机丹是真的 那他也没心思现在去辨认其他物品了 毕竟 这里才刚发生过大战 不是九流之地 还是赶紧溜之为上 寒丽麻丽地把东西都收了回去 再把陆师兄的储物袋 小心地贴身藏好 这才稍微放心了一些 不禁直起了身子 想伸个懒腰 可就在这时 忽然身后风声响起 似乎有东西猛扑了过来 韩丽大吃一惊 急忙想侧身躲开 但忽然丹田出一阵剧烈的疼痛 身形顿时一致 接着整个人 就被一个女子一把给大力地抱住了 韩丽惊恶之下正了几下 可因为丹田刺痛 再加上大战刚过四肢无力 实在是挣脱不开呀 韩丽虽隐隐猜到了身后之人 但还是忍不住回头望了一眼 可是脸孔刚转过一半 一个娇艳秀丽的面容 就已经紧贴了上来 还不停地吻着韩丽 果然是那位原本动弹不得的 陈师妹了 此时的陈师妹呀 是满脸通红 不断地纠缠着韩丽 原来不久前 这位陈师妹虽然因为丰富之术动弹不得 但是韩丽和陆师兄的大战 却一点也没有波及到她 所有的争斗啊 都避开了此女所躺之处 大战过后 她竟 毫发为一百级 在争斗开始前 和欢丹的药力 其实就已经发作了 当时由于束缚法术尚在 陈师妹无法动弹分毫 那也显得老实 但就在刚才 丰富之术的时效 终于过去了 刚得到自由的陈师妹 在药力的刺激下 根本就不假思索地 冲向了此地唯一的男人 韩丽并将她紧紧地抱住 不住地纠缠 咱们韩丽可是货真价实的同男啊 陈师妹更加大胆地行为 却让有些神魂颠倒的韩丽 清醒了几分 她不敢再纠缠下去了 急忙右手一翻 一张定神符出现在了手中 她勉强提起 刚恢复了些的微小法力 施展出了定神术 把陈师妹再次给拘束了起来 接着她轻轻一震 就从陈师妹的香怀内 挣脱了出来 接着呀 就把此女轻放到了地上 真的是何欢丹 看来 男人没有说谎 大美女 你的运气真不错 如果吃的是其他唇药 恐怕真要腊手催花了 不过既然是何欢丹 那就没有必要了 想来我现身之前 你就已经进入幻觉 根本不会记得我的面容 其实最保险的方法 还是应该让你从这世间消失最好 毕竟即使是幻觉 还是可能会留有一些若有若无的印象 但你应该庆幸 我虽不是个好人 但也不是什么狠毒尸杀之辈 对女人的心肠就更软了 若是个男人的话 想来 我早就一刀砍了过去 哪还会如此犹豫 说完此话后 真是奇妙 即使不能真小魂 亲这一口 也算是对救命之人的报酬吧 至于此女的筑基丹 则因为是从陆师兄手中夺得的 韩丽自然不会再提了 你现在的样子 还真是让人动心 若不是听那麻老头说过 圆阳圆阴之体的男女 筑基成功的概率能够大上一些 我又怎会拒绝这种好事 却被迫玩什么坐怀不乱 韩丽开始脸色还很平静 但说着说着就轻摇了下头 露出了深感遗憾的样子 毕竟一夕之欢和修仙大业 谁重谁轻 韩丽即使再浴火上身 还是能分得清的 韩丽既然心中主意已定 就不打算浪费时间了 他先用火弹术 在不远处砸出了个大坑 把陆师兄的尸首扔了进去 然后再一把火 用尸体化为了白灰 随后啊 用泥土填平了它 来了个毁尸灭迹 接着韩丽又在争斗的地方 将一些过于明显的痕迹 用储物袋内的一把长刀 给划得稀巴烂 让人从中啊 看不出丝毫线索来 这才给陈师妹 披荐她自己的衣服 夹带着她赶紧飞离了此地 她往昔一连飞出了百余里地后 才找了一个隐蔽的巨岩落了下来 将陈师妹安置在了巨岩之下后 她本想立即飞走 但回头看了一眼 此女那满面飞红的样子后 不仅有些心软地叹了口气 又转过身来 再次凑到了陈师妹的身前 她从怀内掏出了一个白色瓷瓶 从中倒出了一些白色药粉在手掌上 最后啊 用另一只手的手指 沾上了一些药粉 往此女的性唇内轻松了过去 唉 这合荤丹的银毒 虽然不能要了人的性命 但是长时间不解的话 还是会让人元气大伤 我就算再做一件善事 帮你顺便解了吧 这青灵伞正好可接此毒 韩丽看着此女的妩媚模样 是再也不敢在此多待了 她急忙把药瓶收起 夹着法器匆匆地飞离而去 她知道 要不了多久 此女就会清醒过来 再不离开的话 可就又惹出大麻烦了 这一次 她顶着夜色 一直飞行了大半夜 到离黄蜂谷 只有数个时辰的路程后 才稍微歇歇了片刻 等天色大亮起来 就大模大样地进入到谷内 并返回了百药园 一进园内 韩丽马上就避起关来 三天三夜后 她终于将丹田处的异物 驱除掉了绝大部分 剩下的一点啊 对她已经造不成妨碍了 可以在以后的日子里 慢慢地被真元 自动地炼化掉 尽管如此 这次大战的后遗症 还是让韩丽元气大伤 估计啊 不歇粤鱼 是不会恢复到 原有的巅峰状态的 可是她还是觉得 这一切非常的值 因为此时 她正坐在桌前 欣赏着此次外出的 最大战利品 两粒蚕豆般大小的 蓝色铸鸡丹 她是足足端详了一个时辰 才把铸鸡丹换了个容器 装进了那个辅助法器 也就是铜瓶之内 这样一来 其灵气啊 就不会再流失掉了 至于原来的那个蜻蜓和木盒 自然要毁掉了 以防今后因此露出什么马脚 说起来啊 她在数月前的那场争斗中 损失的还真不少 不但飞剑福宝报废了 就连那个上品法器 金刚环也粉身碎骨了 韩丽为此啊 还有些惋惜 不过收获同样也不少 除了那杆青椒其外 韩丽还从陆师兄的储物袋内 找到了其他两件不错的法器 一件呢 就是当时曾偷袭过 她的那个青色绳索 另一件呢 则是个银色白钩 看起来都是上品法器 这些足以弥补她法器上的损失了 更别说 她还找到了数十张 属性各异的低中阶符路 和二十多块低阶零石 但可惜的是 初级高阶符路是一个没有 唯一那张高阶的封墙树 也在先前的争斗中 灵力耗尽 早成了废纸了 韩丽趁此机会 把所有的战利品都整理了一遍 除了自己能用到 和非常珍贵的物品外 其余啊 一律都销毁了 以免除后患 然后她就开始迫不及待地 考虑注鸡丹的事了 说起来 这注鸡丹的服用方法 究竟是很简单地将其吞下即可 还是需要先服用药引之类的东西 作为辅助 甚至是否还要借助什么外力 按常理来说 这么珍惜的丹药 的确应该有些讲究之处 我以前因为尚未有注鸡丹 所以对这事没怎么留心 本想等到血色失恋之后 再去打听的 毕竟失恋失败了 其他的一切都是无用的 可没想到 现在就弄来了注鸡丹 而且还一次两枚 如今 这就成了迫在眉睫的事了 半日之后 潘利从传宫阁回来了 他一回住处 就呆呆地趴到桌子前 好一阵地出神 数个时辰后 才猛然地一拳砸在了桌脚边 拳头砸得是通红一片 他却视若无睹 似乎痛觉已经丧失了 不久前 韩利借口学习新法术 从吴峰那里旁敲侧击了大半日 终于套出了注鸡丹的服用方法 可是这结果对于他来说 实在不是什么好消息啊 原来 服用注鸡丹进行注鸡的冲关 既不需要吃什么药饮 也不需要借助外力 竟是直接吞食就可生效 按理说这对韩利来说再好不过了 但是无缝后面的话 给了他当头一棒 服用之后出现的新问题 让他再次处于了两难的境地 建州的北部 越国与元武国临界的某个荒山上 站着数十名高高矮矮的黄山之人 他们衣衫迎风飘动 年纪还各不相同 大些的白发苍苍 一脸的皱纹 已到知天命之年 小些的细皮嫩肉 唇红齿白 稚气尚未退进 但是啊 全都漠然无语 有秩序地站立着 最前面的是一位不怒自威的老者 此老倒背着双手 悠然地望着天空一动不动 正在出神 在他后面 是四男一女 几名神态肃然之人 而其中一人 就是隐含力入门的那位王师叔 此刻呀 他也是一脸郑重之色 在这五人的后面 是两排站立整齐的黄山弟子 这些人神情各异 有些神色紧张 局促不安 有些满不在乎左顾右盼 还有的呢 微笑不语 不露声色 而在最后一排的边角处 有一位面目有黑 相貌普通的青年 正眼脸低垂 始终看着自己的脚尖 目光不敢斜视分毫 似乎非常的腼腆 可任何人都不知道 这位看起来像个黄毛小子的家伙 此刻正在心中赋匪不已 是一肚子的怨气 此青年呢 不是旁人 正是含力 而这一行黄山之人呢 就是参加血色试炼的黄蜂鼓 中弟子了 含力最终啊 还是加入到了这次的送死之旅中 而且还是在拥有了两枚助击单后 这不能不说是一件可笑和无奈之事 一个多月前 含力从吴峰那里得知了助击单的服用方法后 被打击的不轻啊 原来服下助击单后 要进行助击之人必须在闭关三个月 把要力划尽才可出关 否则呀 就会要力大散功效大打折扣 所以助击能否成功 最起码也要等个数月后才可知情 可真要等这么长的时间 对含力来讲 那可大大的不妙啊 按我原来的想法 先服下这两颗助击单 看看能否助击成功 再决定是否还要参加失恋 若是能侥幸助击成功 进地这么危险的地方 我肯定是不会去了 毕竟那四分之一的生存几率 实在太吓人了 若服下后未能奏效 则进地之行还是势在必行的 一粒两粒助击单不行 那我就练出三粒四粒 甚至更多 就算资质再差 服用了足够多的助击单后 肯定还能进入助击期的 然而服药后闭关三个月的限制 把含力的计划给打乱了 让他面临了鱼与熊掌不可兼得的尴尬局面 如今呢 要么就服下此助击单 进地之行彻底给放弃掉 要么把助击单暂时收起 等血色试炼过后再行服用 不会再有两者坚固的美事了 凭我这样糟糕的辞职 即使一连服下两粒助击单 助击成功的希望还是很渺茫 因此 血色试炼 这样的结局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